4 3 2 1 请接牌 永和国中跨域实创教育郎带正式接牌了 学校规划了五间各具特色的教室 就像是木工为主的教学 同学们实际操作 制作了各项木制的家具以及玩具 从熟悉各项的机器到接触操作 而如何将木头整块切片 设计成好玩的生活用品 这当中需要融入创育与构思 而这也是学校从实际教育中 慢慢培养学生实际参与的乐趣 我们几个都是现在上课的时候 一开始进来都不太清楚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是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去这些东西 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好玩 然后引起我们的兴趣之后 老师在我们中午午休时间 有开启一个社团 我们这些社团就是会练习更多的 柴切的东西 让我们来设计自己的东西 国中在课堂当中 我们希望所有学习要跟生活做连结 所以有一次呢 有一个孩子 他做了一个缩小版的客桌椅 然后老师又教他做了3D绘图 然后他之后跟老师的分享是 他很棒 因为他们全家去逛了IKEA之后 买了一组家具 他看得懂那个组装图 所以我们觉得所有学习都要跟生活做连结 那也是这个学校希望给孩子的能力 就是他有实作能力 有创发的能力 而包括朱一伦市长及市议员 罗文崇 连伟凡等贵宾 也实际参观了同学制作成果 并亲身体验 朱市长指出市政府推动科技教育 建制了国际级的跨域实创教育狼带 以及实创生活科技教学工方 就是希望同步整合设计与科技的创意教学空间 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生活科技啦 或者是机器人啦 或者各种科技领域 在生活的运用上面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的创意 真实的来做 最后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教学呢 来这个让同学们呢 可以有这些实作的精神 然后启发他的创意 那来培养未来的科技人才 未来学校将与发展家具专题课程 以及建构结构设计进行教学实验 推动生活科技教育 来促进学生的多元学习 中佳新闻 张家子 卢秀娟永和尝报导